花莲市原住民传统歌要领唱人才 以及鼓调新唱培训计划历经八天 合计16个小时的演习课程 在7号晚上举办结业仪式 学员们以歌声呈现努力练习的成果 嘹亮的歌声不仅让大家感受到原民音乐的魅力 也看见部落守护传统的努力 在传统风帘季庆典当中 领唱者可说是整场活动的灵魂人物之一 但随着时代转变还有领唱人才凋零 使得部分风帘季在举办的时候 不得不使用录音带来代替人生 让活动少了原味相当可惜 因此花莲市公所每年都会举办 传统歌谣领唱及鼓调新唱的人才培训 希望可以激励年轻族人加入文化传承行列 我们这次传统歌谣的领唱跟鼓调的培训 这主要是我们可以发现部落 这几年来因为花莲市比较都会化 有很多部落的一个古老的非常棒的音乐跟美声 逐步逐步在市围跟凋零 那我们希望借由一些祈老的指导 能够让部落的年轻朋友们 都能够承接起老一代的一些部落的一个记忆 能够让这些传承下去 所以我们拍办这样的一个课程 那当然也谢谢吉保甘部落提供场地 让这些年轻朋友们可以共同来学习 我们希望未来这些领唱人员 能够在丰年纪的时候 把自己所学到的发挥出来 也能够承接老一辈长辈的智慧 未来可以引领风骚 让更多的人知道原来部落的声音是这么美妙 那我们期盼未来花莲市有更多年轻人 承接部落的工作 为部落付出 为部落打拼 这项原型课程在6月13号开办 地点在吉保甘部落头目的家 学员有35位 年龄从10岁到67岁都有 其中大部分是今年要参加成年礼的学员 课程内容包括风铃记传统记歌练习第一首到第七首 以及木骨打击的基础 另外还有采集自纳豆兰及西口等部落的谷调与田野谷调新创 市长温家贤和顺名代表肖明龙 平岛不定 7号晚间特别到场关心学员的练习状况 也颁发了节约证书 市长表示为了避免文化诞成及传统谷摇失传 这项培训课程也借由其老指导 由上到下带领部落青年学习谷摇 进而活络也传承原著民族的传统歌摇文化 并且服以改编新唱 在保留鼓摇精神同时 以新的编曲搭配现代乐器 展现原著民族新的音乐活力 谢谢你 欢迎视报道